新的MSMNO заяв Milton是Natia PomaLeta 通往MSMNO公投 尼塔亚赢得了今年明尼苏达州选美比赛 成为明尼苏达州小姐 这个第一名同时也象征了不同意义 她是第一位代表亚裔美国人 第一位老卧裔美国人参赛的加利 这也是她首次参赛就拿下选美后冠 上天很眷顾我 我也很荣幸 因为以前的明尼苏达州小姐 从不是压抑美国人 我还有点觉得不真实 有点兴奋过头了 我试着保持谦虚和继续做自己 我的家人也让我知道 我并没有什么特别 他们一直用相同的方式对待我 尼塔亚当初加入 明尼苏达州小姐选美比赛的原因 是她需要那四万五千美元的奖金 来读大学 尼塔亚出生在泰国一个难民营 1986年 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来到美国 她为明尼苏达州感到骄傲 也很感激那个地方 是那么的包容和接受移民和难民 有八个兄弟姐妹的尼塔亚 最感到骄傲的 莫过于她和她的小叔 买了这间房子 让全家十个成员都能住在这里 我希望她能有好的光明的未来 不要像她的父母亲 像我这样 我们只是工人 我喜极而泣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会发生 我只希望我的孩子不断读书 我希望他们能够受高等教育 尼塔亚将在明年1月 搅住美国小姐的后冠 为了这个活动 她需要寻求赞助商 来支付她比赛需要购买的鞋子和衣服 老挝裔美国社区 宪政介入提供协助 我正在制作的礼服是私质的 非常特别 是这种材质唯一的一件 全世界唯一的一件 我只是希望尼塔亚能穿上 老郭设计师设计的衣服 为了让尼塔亚全家都能参加 美国小姐选美比赛 一位老挝商人决定支付 所有人的机票钱 我也以她为荣 我想寄予她协助 我告诉所有的老挝人 那些有钱的人都必须提供支持 明尼苏达州选美委员认为 尼塔亚很有希望摘下 美国小姐的后冠 人们喜欢她 如果人们喜欢她 到最后 他们对她就会有好的印象 希望当她在竞选美国小姐 或者甚至是环球小姐时 这些好的事情 都能一直跟着她顺利进行 那么尼塔亚自己 有多想赢得美国小姐的后冠呢 我想我已经设定好了目标 如果以后无法实现目标 那我会回学校读书 因为那是我最初参加比赛的原因 尼塔亚从出生在泰国的南明尼 一路走来 成为代表明尼苏达州 参加选美比赛的加利 她未来的计划是要回到老挝 鼓励年轻的欣欣学子 好好读书 然后快乐地在成功的事业上打拼 她才能提供家人良好的生活 就像他们一直以来 给她的照顾一样 美光花筒电视报道